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球 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法委員蔡振元 委員 思敏好 大家好 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湯紹晨院長 思敏 大家好 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紀文總編 思敏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現在趕緊來 關心的是正職的中法建交 60週年之際 來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5日當天是搭乘專機抵達在法國了 他現在仍就在法國 那麼展開了5年來首次的訪歐行程 這一次陪同他的人 除了畫面上您看到的夫人彭麗媛之外 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 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人 外界現在關注的是習近平 這一次訪歐是不是能藉此來改善 有幾個重點議題 包括了中歐之間現在在外交上面的關係 還有大家一直在關注的俄烏戰爭的局勢 有沒有辦法來做調停 緊接著習近平主席這一次的 歐洲行程還將會到訪了 包括了塞爾維亞還有匈牙利等等的國家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習近平出訪之前 法國就已經先對中國大陸來了個下馬威 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到是來自於經濟學人的報導 刊登了說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接受專訪 他怎麼說呢 他只指說中方並未尊重國際的貿易規則 因此歐洲必須要捍衛與中國經濟關係的戰略利益 另外一頭更強硬的還有來自於也是同樣是來自於法國當地的社論 來看到是法國他指出這個法國面對中國大陸這個第二大的強權 我們看到是這個法國的世界報 他說法國面對中國大陸這個第二大強權 沒有興趣單獨迎合只有一個團結的歐洲才有機會 讓中國政府聽到歐洲的聲音 這文中還特別點出了 不與中國對話不是解方 但是把習近平當成朋友也不是解方 因此他們認為馬克宏你不應該抱有幻想 緊接著這次的訪法行程 我們關心除了去法國之外 其主席還將到訪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 這個時間點就是大家備受關注 因為正好碰上的是北約曾經在 大家記得嗎 1999年5月7號當天 科索沃戰爭期間 轟炸中國大陸駐貝爾格勒大使館 這個時間剛好也是5月7號 而且是第25周年了 當年這個悲劇造成了 13名中國大陸的記者不幸喪生 白宮也曾經為此致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事件發展至今 北京仍然持續緬懷 並且批評西方未善 譴責美帝國主義 習近平主席接下來還會到訪的國家 包括了匈牙利 分析指出中國大陸希望藉由凸顯 匈國總理奧班的地位 達到要從內部來整體削弱歐洲的目的 同時向俄羅斯總統普丁來示好 社論還指出中國方面一直說 希望一個強大的歐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並不是真的 中國的真實意圖 是要削弱西方的民主國家 進而可能的破壞跨大西洋的關係 甚至是歐盟本身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 習近平主席現在抵達了法國 如何看中法領導人各自的盤算 是什麼當前最需要化解的 又有哪一些分歧 包括了現在大家關心的烏二戰爭 有沒有辦法讓中國大陸 來做一個重要的調停者 委員怎麼看 這一次的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 基本上是回訪性質的 因為去年法國總統馬克宏 到中國大陸訪問 中國大陸用一個很高的規格的方式 來接待馬克宏 當時就講好的 今年習近平主席要回訪法國 所以這個是在既定行程裡面 然後同時因為到了法國 因為最近匈牙利首都到 被塞爾維亞的首都有一條 中國所一帶一路計畫所蓋的鐵路 剛剛落成 所以他在這個時機裡面 去看這條鐵路 一方面也在宣揚 這個一帶一路的一個很重要的成果 那二方面就是鞏固匈牙利跟塞爾維亞 這麼一個這麼支持一帶一路計畫的國家 也要給他們這個打打氣 加加油 那我們先來扣一下 那媒體方面 不管是法國世界報 紐約時報更不用講的 還有經濟學員雜誌 這個都是親美的媒體 親美的媒體當然要唱衰 親美媒體當然要雞蛋裡挑骨頭 沒事找事做 然後特別要問這個馬克宏說 那你對於這個習近平主席才回訪 那馬克宏講的是說 中國方面沒有尊重國際貿易規則 談到國際貿易規則 我要不客氣的講 這絕對不是習近平的專長 也不是馬克宏的專長 他們就是經濟部長 對工商部長就可以談了 到底我哪個項目哪個產業 不符合國際貿易規則 請教你一下 我來尊重你的看法 總可以了吧 但是你總不能跟美國來那一套 產能過剩 國家安全影響到國家安全 這個就不是國際貿易規則 國際貿易規則就是WTO所規定的範圍的規則 才叫國際貿易規則 不是你法國當方面講的 也不是你美國當方面講的 這個都不是國際貿易規則 所以馬克宏談國際貿易規則 我也不客氣講 他不是做法官的專家 他不必假裝他是專家 他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隨著美國的口水去講一講說 哎呀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那美國到今天為止 從來講不清楚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那個規則是什麼 是WTO定的 還是你美國拜登自己定的 那如果你美國拜登自己定的 那算了吧 那那個那個 你以為美國就是國際是不是 以前美國等於國際這個等號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也回不來了 所以美國不要想太多 那你現在談的就是說 沒有錯啦 我也同意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團結的歐洲 然後對中國才有討價還價的本錢 這個理念是對的 可是先問一件事情 一個團結的歐洲 能夠跟美國討價還價嗎 那你如果團結的歐洲 沒有辦法跟美國討價還價 你憑什麼跟中國討價還價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吧 你看北溪二號被炸了 你也不敢吭聲 也不敢調查 然後你為了要配合美國制裁俄羅斯 你還要跟美國買四倍天然氣價格的 你也心甘情願 然後美國違反了所謂的 你們自己歐美國家的規定 他大力補助產業 然後使得你歐洲的企業往美國移 我們不要以為只有台積電往美國移 也不要以為只有韓國往美國移 歐洲移的更兇 那你不是馬克王跑去跟拜登抗議嗎 拜登有理你嗎 你就不像個趴車小弟一樣 被這個拜登趕回來不是嗎 是真的是這樣子啊 這被華國媒體囚個老半天啊 好啦 人家今天習近平主席來是 把你當一個一國重要領袖來看待 沒有像拜登把你看趴車小弟一樣 所以你歐洲自己不團結去面對美國的壓力 你歐洲團結整天 對著 在美國的利益面前對著中國廢 沒有什麼意義嘛 那說這個跟中國對話不是解方也不是朋友 沒有錯啦 這個 不必一定要把中國當作朋友 也不是說跟中國這樣對話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很多問題是你歐洲自己的問題啊 比如馬克宏說為了要打擊中國的電動汽車賣到歐洲去 那問題來了 第一個 你法國的尼諾的電動汽車 你的品質如何啊 成本有沒有競爭力啊 這是一個國際規則要講的東西嘛 那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要限制中國汽車到歐洲去 那中國汽車現在到了匈牙利去設汽車廠啊 匈牙利早期就有很多的汽車廠 然後匈牙利主動說 請中國你幫我買走 因為我汽車廠經營不下去啦 那你買走 所以好像是什麼 長城汽車也就去了 還有比亞迪也去了 那以後匈牙利的電動汽車廠全歐洲賣你要擋嗎 你也沒有本事擋嘛 這是歐盟共同的規則嘛 所以我是覺得 馬克宏自己先想清楚 你的產內政策如何跟美國競爭 如何跟中國大陸競爭 這是在長久之際 而不是整天花枝招展 像個小鮮肉一樣在國際上晃 那沒有意義嘛 那沒有意義嘛 是 那我們在談到那個所謂的 到南斯大陸大使館 習近平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 這麼一個重大事件 他到了貝爾格勒 他能夠不去調劑嗎 然後你北約可以為了科索沃去轟炸塞爾維亞 那請問你 理由是什麼 說塞爾維亞種族媚絕 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你現在要不要 北約派軍機去轟炸以色列啊 逼以色列停火 就是要逼塞爾維亞停火啊 那你有沒有去轟炸以色列叫以色列停火 沒有啊 換句話說 這是你北約自己的一個 一個種族的利益嘛 你根本沒有把這個塞爾維亞當作你自己人嘛 所以你現在面對這樣一個國際局勢 對於中國來講當然要掌握話語權 他到了貝爾格勒 你北約當時什麼轟炸我的大使館 中國有沒有報復 沒有啊 中國當時就很客氣用外交方式來解決啦 然後拿著這個家屬賠償啊 那這樣子來處理而已啊 也沒有說像那個什麼 像伊朗說我發兩顆飛彈給你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事情就看個人的態度 跟國家的道德品質嘛 如果中國今天喔 是跟美國一樣 或者是跟俄羅斯一樣 你打我蘭斯拉夫 我早就來個核彈就對準你來了 還會客氣嘛 不會的啦 是好 湯老師我想要承接這個蔡委員 剛剛特別提到說 歐洲國家對美國 美國把他當小弟看了 那歐洲接下來他的力強的方面 比如說對中跟對美 他應該要如何協調 現在是馬克宏他最希望的 尤其是馬克宏他希望 當一個世界的歐洲國家的領導者嘛 接下來馬克宏會在這中間 如何做戰略平衡你怎麼看 這裡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回溯到二次大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二戰的時候 美國人認為說你法國人 對於打敗希特勒沒有貢獻 因為你投降了 你投降希特勒沒有貢獻 那所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 美國跟法國就已經結下糧子了 為什麼 法國人認為 戴高樂那個時候 他認為 整個歐洲的地區是我最大 因為德國人就被打敗了 德國人打敗了我最大 那怎麼你美國人跑來這邊 一直氣死 那美國人說你沒有貢獻 那好了 所以說這個 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個格局 也就是說 美國跟日 跟這個法國之間的 這種旗艦跟局語 或是背後捅刀的這個情況 一直發展到今天 那個時候 這裡頭跟我們就有關聯了 1964年法國是第一個 來跟中共建交的國家 因為雙方都對老大不滿 法國對美國不滿 中共對蘇聯不滿 那結果我們就被斷交了 就變成法國第一個 好 那像這個 好 最後 最新的是什麼呢 是AUKUS AUKUS那個 老化 那真的是 是可忍不可忍 孰不可忍 他已經 他已經跟澳洲 都已經 搞了七八年了 說我們生產潛艇 結果 美國 英國 澳洲 硬是把老化剃掉 說我們另外搞一個 那你說這種情況 你老化 你是不是氣得牙癢癢的 等到美國有 等到有機會 我就包覆美國 那這個當然就 給這個習近平一個 最好的機會 可以連發制媒 那你說 其他國家敢嗎 而且還有一點 不要忘了 英國退出以後 法國是 整個歐洲聯盟27國裡面 唯一的聯合國五強 五常 對不對 英國走了 英國不算了 對不對 那剩下的 在整個歐洲聯盟裡面 他是唯一的 所以說在歐洲聯盟 他是認為老大 我要引領歐洲的走向 要搞個歐洲軍隊 結果眼高手低 根本做不到 因為這個太貴了 那所以在這些 總統原因加起來 只有法國可以跟中國 可以說是有很多的 共同利益 其中有一項就是 對抗美國 那你說從習近平這個角度來看 那他當然是非常有價值的一個國家 你像去年 剛剛這個委員也提到 去年4月那個馬克宏去 馬克宏去在北京談了五個多小時 完了以後呢 馬克宏跑到廣州去 習近平還跟到廣州去 這個是從來沒有過 習近平很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來接待外國元首 這個是破例的 就表示說我特別的 對你表示尊重 而且呢 他們雙部兩個人還在聽音樂 看風景 這個也是非常特別的 那就表示說這個兩國關係 是可以說特別特別的友好 那另外呢 當然也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剛剛那個說了 他說你什麼這個 產能過剩啊 什麼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打不過嘛 因為中方的這個電動車 或是新三樣 電動車啦 電池啦 還有那個太陽能光板啦 這三樣 價廉物美 橫掃全世界 那這些國家受不了啊 他當然啊 那我們要談一談啊 對不對 那老公就說了 好啦 你要跟我談這個可以啊 那你的這個白蘭地 我們也談一談啊 因為整個大陸進口的白蘭地 99%從法國來的 你說這個市場太大了 那好啦 那咱們就來談嘛 那這些東西不是不能談的 是可以談的 那另外呢 就是俄烏 現在呢 這個因為 夏天 那個奧運 要在巴黎去行 那這個馬克宏呢 突發奇想 他說我們搞一個這個奧運和平 意思就是說 在奧運的時候呢 因為大家都來參與啊 那所有打仗的國家 你全部停火 這個構想是蠻不錯的嘛 對不對 那可是呢 他覺得說自己力有未待 怎麼辦 來 習近平 你來幫幫忙 如果說你來出面的話 那俄羅斯可能會有所轉圜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就強化了 這個馬克宏的 在國際上的這個領導地位 對不對 那這個給他加分 那給他加分的話 那當然中方也 應該是樂意的啊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的法國的力量強大了 歐洲的力量跟著強大了 強大了以後當然對付美國 那就更可以有合作的空間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習近平去 確實意義非常重大 是 中法確實在經濟上 有這個合作的利益 在外交關係 現在又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中法都要一起來對抗 這個美國的部分 那我們也來看看 中國的態度又是什麼 中國的態度現在是 因為我們來看到 這邊是有社論 是說 是希望一個團結強大的歐洲 一同來對抗 跟中方一起來對抗美國 還是說 如《世界日報》說的 評論說 中國大陸真實的意義 是要削弱西方民主國家 甚至歐盟 哪一個方案 總編您認為 更符合現在 中國大陸當前的利益 我覺得《世界報》 所謂削弱歐洲 然後這個甚至歐盟 其實削弱歐洲的是 歐洲本身 或者歐美自己削弱 而並非中國大陸 特別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一些地緣政治一些問題 從剛才講的這個轟炸 這個南聯盟 這個科索歐維基 到這個阿拉伯世界的 阿拉伯之村這種顏色革命 乃至於中東問題 其實這個歐美國家 其實它本身的地緣操作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問題 那先級的後果很明顯 就大量的難民涌入歐洲 讓歐洲各國不勝其擾 至於說目前俄武戰爭 更是歐美一連串操作 特別對俄羅斯 就是步步進逼所達到的一個 終極的一個極端的結果 就是爆發大戰 那因此歐美這個日趨 這個往下走 這個是很明顯的 包括這個社會 包括政治 甚至軍事經濟等等 也因此我必須說 這個世界報紙 這個充滿著冷戰思維這種 這個說法 我覺得這是偽命題 至於說團結的強大的歐洲 一起對抗美國 在現實上也不可能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歐盟擴大 特別是這個 逐步收編很多前東歐國家以後 其實歐洲傳統上已經變成說 老歐洲 新歐洲 但我們發現 這個新歐洲的這些東歐國家 更多的是美國的忠實的追隨者 也因此我們看這幾年 很多國際議題 這些東歐國家 其實都是積極負荷 還有這個跟隨美國來起舞 所以就目前的歐洲來講 其實他解決自己 歐洲本身的問題 都存在很大的困難 包括各國的這個 因為基於利益的關係 其實它的盤算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包括馬克宏這幾年 就積極強調 歐洲團結的重要性 包括他們要成立所謂歐洲的聯軍 但我們看到已經喊了幾年 那目前具體獲得很好的落實嗎 其實沒有 更別說相關的產業經濟政策 甚至移民政策 很明顯就是 東歐這些國家要把難民 給你弄到西歐去 因此各國有時候封鎖邊界 同樣是歐盟的國家 這個警察相互對峙等等 因此我說 這個團結強大的歐洲 我就現實來看 其實有根本性的問題 因為各國的利益 各國的盤算 其實南遠北側 是 好 謝謝 謝謝總編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